蔡英文趁着假日跟网友聚会 她大爆自己的料 她说之所以会参选总统 最大原因就是因为爸爸不喜欢 所以她偏偏要做 她承认她自己是个叛逆的个性的人 还说妈妈曾经拨揹来问过爸爸 不过针对这个 允不允许她参选总统呢 这个爸爸怎么样都不回答 台湾人刚烈 就是什么事情就是 要 要拼一下 谈台湾人的性格 却有民众在台下喊了一声 意外插曲让台上的蔡英文 先愣了一下才忍不住笑了 一旁主持人赶紧打圆场 家人男的轻松和网友聚会 蔡英文心情好 大爆自己要参选总统的小秘密 就是我爸因为他不喜欢我做针子 我就做针子 我们有时候要问他 寡非问他 他都不爱回答事情 我妈就很生气的到他那边前面说 已经问很久了 你让我几堂要不要回答 结果一寡非就出来了 很少谈家人的蔡英文敞开心胸 说出内心话 就连幕僚会议上的悄悄话 也意外透露 强调女性从政没什么不好 就连老辈外界做文章的蔡苏关系也不避讳 昨天你看我们三个人 不算贱闻 算政权发表 我们看一下也蛮好的 这是蔡英文的另一面 网友聚会 放下真知口水 画家常 打开画夹子的蔡英文 网友很捧场 三零一号